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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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算如果要哭也是那种角落里莫莫流泪 就那种感觉 那你上个最好高大哭一句 可能就是出生的时候吧 就是小时候妈妈 经常因为我吃饭磨叠 然后就是说我 就小时候哭得多 那你现在听到事情 你感觉自己在小时候 你会哭一句 不哭嘛 进来就不哭 因为是男孩子吧 因为是男孩子吧 别说他们通的天 就算他们是天 我也要把他们给捅破 一开始是不适应的 然后因为戴着头条不是把 就是这些地方都会勒上去 而且上面顶的东西挺沉的 然后后来演了几天 适应下来之后就好多 你会不会当年纪 就这么多的事情吧 可能不会 还年轻 我渴望长大想变成大人 但是不想变成那种 就是社会里面很无聊的那种大人 就是你还是要保持你自己 就是那些好玩的想法 就是很莫名其妙 很天马晴空 然后就还是要保留你自己的孩子气吧 其实各种各种难 你带孩子 你耳朵会受不了 你演戏 你还是要 因为演戏 算是一种兴趣爱好 然后带孩子就是 你就是进去里面被折磨的 可是你对孩子已经很有技巧啊 就是能把握他们的养 还会被折磨吗 其实带孩子两个阶段 一个是你要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他们如果没有接受你 那你就是绝对是被折磨的那个 就孩子不接受你 他怎么都会就是怼你几下 但是如果你让孩子接受你 那你说什么他都可以听你的 就可以实际自然了